这把竟然排得了两个A4排的队友 这说明什么 四舍五入 说明我的前锋也是A4排了 而且我这把的表现 我觉得无可挑剔的完美 一起来看看吧 绝对能让你学到一些东西的 尽管是爱哭鬼 那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压速 不用我再来说压速有什么用的吧 不懂的可以再评定去问 接着就有心跳了 此时我们也要判断一件事情 就是爱哭鬼是不是准备来抓我 怎么判断 你们注意看我走位 我们尽量不要往队友的方向带 就算那个方向很容易溜也别过去 因为如果你过去的话 那尽管不管追不追你肯定会跟过去的 这样就没法判断 他是想追你还是追其他人了 我们直接往这种角落走 如果他继续追也没事 这里也能溜 实在溜不了拉点球也可以 这个小技巧我以前有说过 但可能你忘了 没事 孙老师会经常说的 总会让你在实战中想起来 接下来直接来看救人 前期无女倒地的速度还行吧 尽管没有溜多久 但开局爱哭鬼 逛街十街挺久的 所以即使他的不是很多 可以正常卡半救一波人 前锋救人的方式有很多种 比如卡视角直接拉球撞救 或者走过去贴椅子再救人 还有一种是我这样的 你们注意看 看似要走过去贴椅子救人 实则拉球撞晕监管之后再救 这样做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如果没有撞晕的话 就显得很尴尬 不过这波救人堪称完美 不仅无伤就像无女 还给他窝逼了一手 让他成功转点 给了他二六的空间 此时你们注意看看似元 他在补舞女的遗产机 这没有问题 很棒 我们这边就继续陪跑 找机会欧逼 但接下来看似元的说法 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当他补完舞女的机子之后 应该立刻再去补我的遗产机 小说家再去开新的遗产机 那补完我的遗产机之后 他再过来二九 如果来不及的话 最后欧逼也是可以的 可能是我没有打信号吧 他不知道我在这里欧逼 那接下来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小说家再补我的遗产机 他过来二九的话 那机子就插了一整台机 当时我就准备去修机了 不管了 让他二九 但我又怕他救不下来 所以你们接着看最不救人 解插刀了呀 哥哥 好吧 这次我真的不想管了 随便他怎么搞吧 我们要去奖励一下自己 看看能不能摸一支针 心想事成了 果然是真男人啊 因为插一台整机啊 所以机子肯定是修不完了 那我女儿直接飞贴 接下来爱哭鬼准备控场 但幸好我已经满血了 所以根本不慌 勘探员倒了地下室 那你们看我这波救人细节很多 看到他拉鬼火了 所以他不能出刀 那我们直接躲他鬼火之后 记住千万不要贴下去 因为你如果贴下去的话 绝对会吃一个落地刀的 OK啊 吃刀记下开刀员之后 看到我使这种球吗 尽管很短 但很实用 极限拉球撞晕监管 直接冲出第二式 好吧 没什么用啊 但有一说一啊 最后开刀员这波跑地窖 还是很帅的 保个平局也行吧 那本期是米安家先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要说一下 尽管开刀员内波过来 我逼我觉得没有必要 但换一个想法 站在他的角度来考虑啊 因为当时我没有发信号 也许他不知道我在卧币啊 所以他准备来二级了 他可能以为我救完人之后 直接去开新机子了 这也是路人局的缺点嘛 毕竟没法及时沟通啊 所以你们如果想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一定要经常打信号 还有前面说的两个小技巧 也别忘记了 多去看几次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记得点赞关注哦